裡面有一個叫數學函數裡面的叫 這個 Count if 樂透採中獎機率統計的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裡面的話呢 主要會需要有哪些 你把它打開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前面有兩年的 這個中獎的資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 101年的中獎 它基本上的結構一定是 就是開獎號碼有六個號碼 再加上一個特別號 所以一次的話開七個號碼 那一期的話你會發現這個 前面是期別有沒有 前面是哪一年 後面的話呢 是哪一期 所以101就101年的 99期98期有沒有 一期開七個號碼 那我想知道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呢 這個101年1號開出來 到底機率是多少 或者是說呢 在機率之前 我們可以算說 它開出來的數量是多少 那以前的算法當然呢 如果你不會用Count if 函數的話 變成你要用眼睛去算 眼睛算什麼呢 一個 兩個 然後三個是不是 三個 三個 四個 OK 那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那你42個號碼你要算多久 才能算完 而且你算完還不保證正確 為什麼你眼睛會花 像我說真的 我這樣看個幾秒鐘 我眼睛就快受不了了 而且現在的人好像眼睛比較容易出問題 大部分都是你太常盯著螢幕看太久 包含手機或電腦都一樣 OK 所以顯然就不應該用剛剛的那種方法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叫Count if 所以你可以簽到統計分析 第二個的話跟它講說 你要去統計什麼範圍的資料 那Count if呢 它會是在哪個類別裡面的函數呢 它會在統計類 所以你可以找到統計類 OK 第一個統計類 然後裡面的話你可以找到C開頭的Count 然後裡面的話第一個是Count 那當然我是建議你可以把 跟Count if相關的函數可以了解一下 包含就是第一個Count Count其實顧名思義嘛 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 關鍵是數字 也就是說呢 你給它一個範圍 它幫你算一下那個範圍裡面呢 到底有多少個儲存格 是只有數字的 OK 關鍵是數字 那第二個函數叫Count a Count a顧名思義嘛 計算喔 非空白的 不是空白的 第三個的話Count blank Blank的話顧名思義啦 就是幫我算一下 那個範圍裡面有多少是空白的 那今天的主角就是Count if 其實Count if 其實不明思義 Count是算 if是條件 所以它有點像是兩個函數的結合 OK 所以呢第一個 如果想要算什麼 101年的機率的話 那你按確定 用這個 第二個的話它會跟你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範圍 你跟我講一下 如果你要算101年的機率的話 那1號 所以喔 條件理論上是這個 1號 那範圍的話呢 理論上就是前面101年的那個範圍 那跟各位講 如果你選範圍 第一個方法 不過第一種方法比較不推薦 待會會講第二種方法 切到101年 那你會發現點選101年這個工作表 你可以看到上方會出現什麼 Range喔 它會出現說哪一個工作表 它會單引號 然後中間加一個驚嘆號 來表示哪一個工作表 然後範圍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從哪裡呢 我們往上拉一下 從第二有沒有 一直到最下面應該是100 那我是建議你的選擇方法 建議不要用1000年 以前是這樣啦 選向右再向下 可是喔 你會發現這樣選的話 它會有個缺點 它會選過頭 不好選 有沒有很容易拉過頭 要拉來拉去 所以呢 比較正確的方式喔 就是你可以的嘛 先選橫向一列之後 再用Ctrl-Street向下 好 這樣的話呢 橫向先選D2到J2 然後再Ctrl-Street向下 好了之後你可以看 這個選完之後的結果啦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很容易造成錯誤 哪裡有錯誤 因為可能我剛剛 多點了一次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多一個什麼 單引號工作表名稱 驚嘆號 所以其實喔 你可以把這個刪掉 不然它會造成錯誤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按確定喔 它會得到17次 也就1號在那個範圍出現的次數是17 那如果你要往下填滿的話 當然有喔 可是喔 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如果向下填滿那個範圍喔 會自動加1 有沒有發現 D2會變D3 J100會變J101 下一個又加1 所以如果你要固定它還記得吧 你可以在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2的前面加前的符號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如果你沒鎖起來的話 那範圍會跑掉 所以向下填滿 OK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範圍就不會跑 這個可能要鎖一下 但是其實還是有點不太方便耶 你會發現喔 還要切過去 然後橫向選 然後還要再趕出去的向下 還要再鎖 所以喔 如果將來呢 你如果遇到 類似像跨工作表的一個蠻大的範圍喔 我建議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定義名稱 那如何定義名稱喔 其實方法很簡單 一樣嘛 你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D2到J2 先橫向選 然後跟剛剛一樣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把D2選到J應該是100 給它一個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喔 在那個左上角那邊 有一個名稱方塊 名稱方塊意思說 你可以身對這個範圍給一個名稱 那我點擊它之後 可以給一個名稱 你當然跟101有關啦 不過特別注意 名稱不能是數字開頭 也就是說 你前面可以是中文 可以是英文 但是就是不能數字 這個是規則喔 那我補兩個字好了 叫開獎喔 開… 欸 開獎 開獎101好了 所以這個名稱叫開獎101 記得喔 輸入完之後 記得一定要按Enter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就把這個範圍 取名稱 叫做這個名稱 那以後如果你要呼叫這個範圍的話 你只要記得一個快速鍵叫F3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名稱給叫出來喔 OK 那一樣的方法 請你在102的地方選起來 做一樣D2到J2 選完之後 Ctrl-Shift向下 給一個名稱叫開獎102好了 OK 剛剛101嘛 開獎102 Enter 好 那我們就取了兩個名稱 兩個名稱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喔 切到剛剛這個範圍之後喔 我換剛剛的方法 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插入這個函數重新編輯一下 剛剛這個範圍我們是切過去來選 這個你把它Delete掉 差別是說喔 剛剛那個定義囉 你只要記得一個快速鍵叫F3 你按下F3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就是你剛剛定義好的那個範圍啦 OK 所以你用選的嘛 我要就是那個範圍 你就給那個範圍名稱 不過跟各位講喔 好像之前有同學常會問說 老師我的筆電是 按下F3怎麼都沒有反應 特別說筆電現在好像多 需要一個方旋鍵有沒有 那個方旋鍵是在 左下角有一個Fn 方旋鍵 你要必須方旋鍵加F3 不然的話你一直按F3 它會是什麼 好像是那個亮度減少吧 OK 所以你記得 你如果要F3 一定要方旋鍵加F3 它才會出現喔 OK 如果你是用鍵盤的話 我看 方旋鍵加F3 不對 有的是直接是 按F3 OK 有的沒有 這可能要再試一下 這個沒辦法 方旋鍵加F3 好像是 所以有些可能要試一下 或是按這個鍵盤F3 如果你剛剛已經點過 你可能點下面再點回來 不然它沒有辦法 F3 這樣就OK了 它會出現 然後按選這個 那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我一直按一直按 這沒有出現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自己打啦 你打開講101也可以啦 OK 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一直執著 因為像Mac電腦上面 就有這個問題 好像F3也叫不出來 沒關係你自己打喔 OK喔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一樣 OK 好處在哪裡 第一個你會發現 公式變得精簡 第二個的話 你不需要加錢的符號 因為它固定了 所以定義名稱 我覺得在這裡 還蠻好用的 至少公式看起來 就清爽太多了 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算機率的話 必須要把它出現的次數 再除以什麼呢 所以它101年總共 這個範圍總共有幾個數字 一期開7個 然後總共有99期 所以7乘上99 數量應該多少 數量應該是693吧 所以喔 如果我當然 我要算這個範圍 有多少數字的話 我剛剛有提過 有一個函數 叫做Count 所以你可以統計類裡面 有一個函數 叫Count 那一樣喔 你用Count算什麼 算F3 算開獎101 算完之後呢 算完這裡面有多少數字 得到693 所以喔 如果我要算機率的話 就是把這個 除以這個 那除的方法 你會發現 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因為它的公式 差別就是說 把Count的改一幅 然後後面多加一個參數 所以我這樣做好了 就是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然後後面加一個除號 除以再貼一次 那我只要把什麼 把一幅拿掉 然後把豆點A2拿掉 那這樣意思就是算 就在除以什麼 那個101年裡面總共開出幾個號碼 總共693 這邊有顯示 OK打購一下 那你會得到什麼 這個就最後的公式了 你會得到它的機率 然後向下填滿 但問題喔 你這樣閱讀 其實你會發現 小數點太多 一般當然我們頂多是會把小數點把它取消 可能留到大概小數點第四位吧 可以假設這樣 可是問題喔 這樣閱讀性感覺還是不高 所以我希望把它變更一下吧 比如說我希望呢 用分數來表示 那分母的話呢 是1萬好了 1萬次出現幾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 用分母來表示的話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就是喔 你可以看到那個 格式裡面有一個叫分數的 然後呢 它裡面有一個叫分母為 100為分母對不對 但是沒有1萬耶 你要不要再往下 有沒有1千 沒有 有沒有1萬 沒有 那可是我需要的是1萬為分母 因為它你看 它 100次出現兩 100次出現兩次 機率的問題 那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呢 變更為1萬次的話很簡單 底下有個字地 以後如果格式沒有 你可以自訂一下 然後呢 用猜的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100有沒有 分母 那我如果補兩個0會怎麼樣 補一個0 25出現了 再補一個0 你會發現喔 1萬分之245就出現了 如果以兩個比較之下 我會覺得說 閱讀性來看 這樣的閱讀性喔 跟這樣的閱讀性 好像這個比較OK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成這樣的話呢 那改法就是先用分數 因為它沒有1萬為分母 那可以自訂一下 所以改為自訂 補兩個0就OK了 好 按確定喔 我們看一下 好 出現了 向下填滿 那我就以1萬為分母 好 那1020怎麼做呢 其實1020很簡單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呢 直接貼過來 你會發現喔 如果定義名稱有個好處 貼上之後呢 你只要把101 改成102 因為剛剛不是有定義102 這個改成102 好 做好了 打個勾 向下填滿 可是 它的那個格式不對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邊的格式 給它用 你不用重做 如果你不想重做 剛剛那個分母動作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格式 然後呢 刷其中一個好了 刷第一個 然後向下填滿 也OK 有沒有 當然如果想說 老師我不會複製格式怎麼辦 沒關係你重做啦 不過看起來 複製格式應該比較快吧 OK 而且複製格式 它還分兩種方法 你游標放上去 你會看到 它還跟你講說 這有沒有 它有沒有解釋 就是你點一次的話呢 是 只能複製一次 如果你點兩次是連續複製 OK 所以這個目前好像 怎麼說呢 如果你要多次 像CtrlZ 我把它復原一下 像 比如說我剛剛複製這個格式 你如果點一下 它只能 點一下它就消失了 可是如果你要點多一下的話 你可以怎麼 點兩下 然後你會發現 它點一下它不會 有沒有 它還有刷子 你可以一直點 有沒有 如果你要點多次的話 你可以用複製格式點兩下 它可以連續複製多個格式 這個順便講一下 當然你Office都一樣 好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就是直接再把它點掉就好了 不過其實應該只要點一次 我只是向下填滿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這個重點 一 就是把101跟102的範圍 向右旋到追 CtrlZ的向下 把它定義一個名稱 兩年都做 第二個的話 再利用Count if 去算它的次數 並且除以多少 除以用Counts 去算那個範圍裡面 總共有多少個數字 一除之後就是幾率 然後再利用按右鍵 除成個格式 找那個分數 100為分母的 並且制定之後補兩個0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喝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